今天打开了这个脸书 就看到我的朋友说 今天他生日 然后他跟敦马 也就是我们的首相 是同一天生日的 所以今天7月10号 要祝敦马生日快乐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今天是他老人家的生日 而他今天就告诉媒体 他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原来他的生日愿望 是希望媒体协助政府 一起打击贪腐 哇 听了之后多么伟大 多么高尚的生日愿望 那么我相信 马来西亚的这个媒体 不管是印刷媒体 电台还是电视台 都非常乐意 全面的配合新政府 来打击贪腐 因为我们都很讨厌贪腐 敦马是今天早上 在布城的反贪 物委员会总部举行的 这一个汇报会上 就发表了这个特别训斥之后 就召开了记者会 因为媒体也知道 他今天生日马赛 就问他生日愿望 他就把媒体 拉入了这一个反贪的行列 他说 希望媒体能够帮助 他跟西蒙政府 一起来战胜 国内的这一个贪污的问题 他说 他自己再度败相之后 贪污的情况 和他1981年 第一次担任首相的时候 这个情况 是有很大的差别 他说当时候 政府是干净的 当时候的贪污情况 并不严重 可是他说 前朝政府 特别是前首相 那几在鼓吹贪污 认同金钱 救赎王之后 他说就让很多的 这一些政府机构 也陷入贪污之中 那基本上 其实贪污的这一些状况 还有涉贪的官员 都是不容易对待 而且也无法开除 所有怀疑涉及贪污的 这一些政府的官员 否则 其实是没有官员 能够再协助 执行政府下达的 这个命令和任务 所以简单来说 其实要打贪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对 他在他的生日愿望里面 就提到了媒体 那么媒体 我们都知道 媒体是第四权 是监督政府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单位 跟这个机构 难得敦马在今天 呼吁媒体与政府 一起诉谈 那么这是509变天之前 我们不敢想象 也不敢奢侈 奢望的一个事情 那么媒体过去 在前朝政府掌权期间 报导受到限制 那么自由受到潜质 那么在处理反弹新闻的时候 必须要很有技巧 要很小心懂得 左傻右逼 那么懂得如何 避过这些 懂得如何避过这些风险 避开地雷 否则就很容易受到对付 比如说在 这个变天之前 报导1MDB的 这个DH财经周刊 他因为报导了 这些相关的事情 而被内政部 勒令停刊 所以他们在接到这个停刊的指示 说他们心里面很不满 很不高兴 所以他们就入兵法庭起诉 那么最终法庭判DH的这个报刊 他们胜诉 那么内政部败诉 所以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其中一个例子 告诉我们 其实媒体在之前的时候 要在处理这些涉及贪腐新闻的时候 是非常的这个谨慎 同时也冒着这个要承担的这个风险 那么新闻自由 媒体自由 是任何国家进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石 那么新闻自由的这个排行榜 每一年 无疆界记者协会所公布的新闻自由排行榜 我们从这个排行榜当中就可以看到说 排名最前面的 就是这一些 先进的这个国家 就是享受新闻自由度很高的这些国家 反而排在榜末的呢 通常都是极权的国家 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都没有这种太大的这个新闻自由度 所以缺乏了一股强劲的监督力量 那敦马就有指出 新门呢 在第十四届的这个大选的竞选宣言中呢 是承诺要严厉打击贪污 还有呢 就是要杜绝贪污的 那新门取得这一个执政权之后呢 就必须要兑现这一些承诺嘛 我想这当然是必然的 所以呢 国家的领袖呢 就必须要以身作折 如果国家的领袖呢 是涉贪的话 却要下属反贪 那不太可能哦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一起贪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敦马也有指出了 他说呢 反贪污委员会过往呢 是由首相所控制的 因此呢 首相是可以阻止 反贪会调查 针对首相 或者是首相身边人的这一些案件 导致反贪会是没有自由 也遭遇到贪污者所控制 那么马哈迪1.0跟马哈迪2.0差别很大 509之前 马哈迪被形容为是 极权霸道破坏民主制度 让彭党主义跟这个群带关系 支掌的一个领袖 间接的导致贪腐 那么509之后的敦马呢 就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 来个华丽的这个转身 非常的这个不同 那么积极反贪腐 似乎要把第二个这个任期的 这一个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流芳百事 那么我们知道说 从第一任首相到第六任首相 每一任首相都有各个不同的层号 有独立支付 发展支付 然后国民团结支付 那么来到马哈迪2.0的时候呢 到底我们要封他什么样的一个支付呢 是不是要封他为反贪支付 还是速贪支付 其实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嗯没错 接下来先暂时打住一下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来关心的是前首相夫人 卢司马跟珠宝之间的关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